小鲨鱼,今天我们要吃了你 龙友们好久不见 为了表达我们的思念 三小竹今天带大家一起去吃大餐 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巴塞的大船入港 听说他们家啥啥都有 KTV,台球室,飞标室,游戏机 晚上还有助唱和舞蹈表演 你甚至在这里可以钓到虾 没错,钓虾 但言归正传,三小竹是来吃的 那么来看看我们今天都点了什么吧 首当其冲的是海鲜闷锅 里面有好几种海鲜 分别是虾,鱿鱼,海瓜子,蘑菇,扇贝和田螺 它这个汤底有点辣 但是很好地把海鲜的鲜味体现出来 巴结最喜欢它的虾跟扇贝 真的很嫩很鲜 芒内猪一个人就吃了好几个扇贝了 接下来是鱿鱼嘴 鱿鱼炸得很酥脆 超适合做小零食 超丑猪这个不喜欢吃鱿鱼的都被折服了 这个海螺很好地吸收了酱汁的味道 香香辣辣,非常下饭 台湾香肠香脆可口 不知道是不是受环境的影响 感觉它比普通台湾香肠还要好吃 下一个鲨鱼二吃 炒炒猪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吃鲨鱼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感觉鲨鱼肉比普通鱼肉更杀 一咬就化 这个鲨鱼浓汤超级好喝 超级鲜超级嫩 三小猪每个人都能狂炫三碗 下一道是主厨的拿手菜 脆皮鸡 这个鸡皮真的十分香脆 个人感觉比北京烤药要脆三倍 但如果能有个蘸酱转着吃就不好了 最后一道鸡鱼闷锅 让我们来看看味道如何 嗯不错 鸡和鱼都被炖得很嫩 肉很好的吸收了汤汁的味道 很适合下饭 总体来说 大船入港的服务和环境都超棒 菜都很好吃 娱乐设施也很多 如果你又想吃又想玩 那么你可以考虑来大船入港试一试 这期就到这了 别忘记点赞关注 继续收看三小猪 关注飞龙网 更了解菲律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